中国拿回失去六年战略大港 一年大赚145亿 新加坡交巨额罚款 随着世界各国贸易往来逐渐频繁 海运交通也越来越成熟 一些大型货运港口便应食而生 近些年 我国也积极在海外投资建港 以方便重要货物便捷 安全地送达我国 此前 我国就曾花费13亿和巴基斯坦合作修建了一处重要的港口 瓜达尔港口 瓜达尔港口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 更是波斯湾的眼喉要道 广告 请继续往下阅读 大家都知道 我国对于石油的需求量非常庞大 至少60%的石油依赖进口 此前 我国船只运输石油经过和停靠马六甲海峡时都会交付高昂的费用 并且 这钱我们还不能不交 日本一直将马六甲海峡视为其海上生命线 可马六甲海峡又何尝不是我国的海上生命线呢 不过 瓜达尔港口的成功建立 意味着今后我国石油可以通过陆路管道运输直抵我国 相比较于海上运输 这种运输方式可以完全避开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 不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形式 还要给他们交钱 广告 请继续往下阅读 当时 这处港口建成之后面向全世界招标 新加坡因管理港口经验丰富 并且出价又高于我国60%获得了瓜达尔港15年经营权 但新加坡获得港口之后 并没有对其进行开发 在他接收的六年时间里 瓜达尔港口不接受任何货物运输订单 不允许船只停靠 瓜达尔港俨然成为了废港 这时候 巴基斯坦看不下去了 在新加坡经营第七年时 巴基斯坦强制收回了他的经营权 并退回了他部分违约金 如今 瓜达尔港在我国手中重获新生 大放异彩石油经过巴基斯坦直接到达我国新疆喀什 以前长达14,490公里的路线缩短至2,395公里 航程减少了85% 一年能为我国带来145亿的利润收入 另外 瓜达尔港口还建有两只巨大的船物 可以维护20万吨以上的大型船舶 甚至10万吨级别的航母 未来 也会成为我国海军的一个重要补给港口 意义非凡 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